上个视频,你已经了解了阿弗加德罗定律几期推论,那在具体问题中又该如何应用呢? 先来看个例子,有一个真空瓶质量为M1,该瓶冲入空气后质量为M2。 在相同状况下,如果改为冲入某气体N时,质量为M3,那A的相对分子质量是多少呢? 咱知道相对分子质量在数字上等于摩尔质量,而想要求出A的摩尔质量,就得知道它的质量和物质的量。 根据条件,只要用总质量M3减去真空瓶的质量M1就行,而A的物质的量,根据阿弗加德罗定律,应该和空气的物质量相等,也就是等于空气的质量除以空气的平均摩尔质量。 注意,空气的平均摩尔质量约等于29,这是常识,你得记住。 而空气的质量根据条件,应该是总质量M2减去真空瓶质量M1,这样A的质量和物质量都知道, 只要把它俩一除,就是A的摩尔质量了,划检一下,正好和选项C一样,所以答案应该选C。 不过这道题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,仔细读读条件,题目中涉及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,也就是摩尔质量。 另外,它们在相同状况下,那咱就可以利用推论三,也就是同温同压同体及时,质量之比等于摩尔质量之比。 其中这两种物质分别是气体A和空气,因此只要把气体A和空气的质量,以及空气的平均摩尔质量带入就行, 再把29移过来,就是A的摩尔质量了。 发现没,和刚才的答案是一样的,看来,利用阿弗加德罗定律的推论以后,计算过程简单了许多。 刚才有两个物理量,你想到了推论三,但如果只看到同温同压,也要条件反射,马上想到推论一和二。 比如同温同压下,等质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相比较,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哪个呢? 注意,条件是同温同压,那一定要用到这俩推论了。 先看A和B,它俩都是密度比,那你立马想到推论二,也就是同温同压下,密度之比等于摩尔质量之比。 其中,二氧化硫的摩尔质量是64颗每摩尔,二氧化碳的摩尔质量是44颗每摩尔,挂减下就是16比11,所以它们的密度比就是16比11,所以A是正确定,那B就是错误的。 再看C和D,体积比和物质的量之比,这就得利用推论一了,也就是同温同压下,低积比等于。 物质的量之比,其中物质量等于质量除以摩尔质量。 要注意,条件已经说明它们的质量是相同的,那就可以直接约掉。 化解一下,发现没,这正好是把它们的摩尔质量之比倒过来,也就是11比16,所以选项C和D都不对,那正确的选项只有A了。 看来,条件是同温同压,那就逃不出这两个推论,如果是密度比,那就是推论2,如果是体积比或者物质的量之比,那就是推论1。 最后再来打个boss,关于M颗氢气和N颗氦气的下列说法中,正确的是哪些呢? 先看A,同温同压下,氢气和氢气的体积比为M比2N。 前面说过,一看到体积比,就要想到推论1,也就是同温同压下,氢气和氢气的体积比就等于物质的量之比。 这里物质的量等于质量除以摩尔质量,根据条件,它俩的质量分别是M和N,而它俩的摩尔质量分别是R和4克每摩尔,化解一下,它们的体积比应该是2M比N,所以A错误。 再看B,同温同压下,如果M等于N,那氢气和氢气的分子数值比为R比1。 同样根据推论1,分子数值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,而物质量之比刚才已经求出来了,这里又一只M等于N,那就可以把它俩约掉,所以它们的分子数值比就是R比1,和B选项一样,因此B正确。 接着看C,同温同压同体积时,氢气与氢气的质量比M比N大于1。 注意,这回是同温同压同体积,你就要想到推论3,也就是质量比等于摩尔质量比。 它俩的摩尔质量分别是R和4克每摩尔,化解一下就是11比2,但1分之1小于1,所以C错误。 最后看B,同温同压下,氢气和氢气的密度比为11比2,一看到密度比,你就要想到推论2,也就是它俩的密度比等于摩尔质量之比。 这个B刚才已经算出来了,是11比2,所以B也是正确的,分析完毕,正确选项应该是B和D。 看来,应用阿富加的罗定律及其推论中的各个公式时,你只要熟悉各个量之间的转换关系,以及使用条件就行。 好了,就说到这儿,快去刷题吧。